列位 当前两会开的热热闹闹 可我今天想讲两手 不是两位首长 是俩头 俩脑袋 还不是人的脑袋 是一兔子脑袋和一老熊脑袋 这俩脑袋现在这含金量不得了 而且这俩脑袋显然是动了很多中国人的感情 所谓国族的感情 就这个袁明元 这两个授手同向 在法国拍卖这件事 本周 这话题可以说是从会外聊到会内 从民间聊到政府 从中国聊到法国 所以今天 咱怎么能不聊聊 这兔子脑袋和老鼠脑袋 中国人自古 爱说阴阳 老外呢 也是什么唯心唯物 就看来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呢 他看问题习惯于二分法 就说这玩意儿 不是黑的就是白的 哪有灰的 你说这灰的 你要偏深点 你就归了黑 你要浅点 你就归了白 没有中间派 没有骑墙派 只有革命派 那么 最近这几年网络上的情况 你也能看出来 有人呢 一个事情可以本来同时有八个观点 可是呢 我们喜欢对这个事情做个简单的评判 那么往往往就分两派 你像当年那周正龙啊 那个出来了 拍虎的那个出来了 网上参与所有议论的这些个群众 甭管什么人 大家伙就简单分成两派 什么派呢 挺虎派 打虎派 好 此例一开 沿用到这一桩 这个兽手事件出来了 网上这个大讨论大辩论 也有人 你到网上看 就是两派 沿用这个名字嘛 一派呢 叫挺兽派 一派呢 叫打兽派 后来有人说 说这名这个 咱还有点创意行吗 想个新名词 好 新名词出来了 说现在在网上啊 凡是那个 反对购买 就反对回购 也反对赖账的 那一派 被称为什么呢 捕兽派 就那个捕鼠 那个捕兽派 那么 支持购买 但是呢 也支持 就说我们买了不给钱 支持赖账的 这一派叫什么呢 野兽派 这也是西方一画派 还真是一艺术流派 啊 野兽派 那么这个野兽派的代表人物 自然就是那位福建人 蔡明超 所以在咱们的节目一开头啊 先请这个野兽派的主将啊 蔡老板 给我们砍一段 当然很多事情都会有两边性的 如果每个人的看法都一样的时候啊 那这个社会就是太平 任何一件事情都会有两边 有好的一边也有坏的一边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委托了 是吧 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做这个行为的 也不是说你想炒作就能炒作了 也不也许很多人他都有这个机会 那可能就是说大家把这个机会让给我了 我那时候如果没有去出手 可能今天我们也不会在这见面 圆明圆这个脑袋的这个动物脑袋的事 也闹了很久了 可是本周在蔡老板跳出来 他哗一下子 你感觉又是一场大戏开场 蔡老板何许人也 他就是在北京时间2月26号凌晨 在法国那个加史德拍卖会上 举下了这两个授手同向的那人 当时他这一举那是什么价钱 3140万欧元 咱知道这个拍卖叫伊夫圣罗兰 和什么那个贝尔热什么玩意儿 俩人珍藏这拍卖 是在2月23号到2月25号进行 300多件这个拍品 可是其中似乎只有这俩脑袋 格外引起中国人民的注意 此前中国民间人士就发动法律攻势 就是要阻止 想要阻止这场拍卖的这个进行 这件事情咱们暂且按下不表 单说就是在法国拍卖会上的这几天 这个会场外 都有这个抗议人士 抗议人士呢 这个主体 就中国留法学生 他们说我们专门 反对拍卖圆明园文物 这个印的法文传单 印了5000多份 说我们这抗议 规模最大的时候 能有四五十号人呢 就在门口 那么他们的愿望是什么呢 就希望啊 你不是拍吗 我们就在门口啊 这么跟你抗议 希望这两件文物能够这个当场流拍 你拍不成 没人敢举 没人要买 而且就在那几天呢 咱们也注意到 国家文物局的这个态度 也明确 我记得这个事情早先最初的时候 国家文物局方面有人出来这个表表示啊 这个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理睬它是最好的一个应对的方法 而且呢 不要被这个有些人利用我们的爱国热情啊 让那些人得了便宜 云云 还有这样一些个看法 可是呢 就在这个拍卖进行的那几天 国家文物局高调明确提出来 就要求这个加时德拍卖行停止拍卖 就是说你要撤拍提出这种要求 可是事情的结果呢 既不像官方希望的那样撤拍 也没像门口的抗议人士希望的那样当场给流拍了 而是呢 有人买了 整个竞拍过程只用了不到五分钟 在经过几轮叫价之后 鼠手和兔手分别以1400万万块的价格成交 加上手续费 两座同项的实际成交价格总计为3140万欧元 约合人民币2.8亿元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到过这个拍卖会的现场 看过 这个拍卖会现场啊 有人是当场这么就自己来的买家自己去 但在旁边呢也有几部电话的有的一直是通过这个电话代理人来参与这个拍卖 像那天这个拍卖现场就有三个电话代理人不断的这个出价 哎 那这那头遥控他的那是真正的买家 那这两个脑袋是被一个电话代理人 这个代理人呢 被那个拍卖师叫做什么呢 叫斗马 汉语翻译过来 还是我这个姓 还有这斗马我们斗家人给举下来了 哎 为国争光了 就光机一下 通过电话 但是这大家反正记者就猜了 说这人斗马背后这人是谁呢 哎 但是斗姓斗的都是当傀儡的吗 他背后有人呢 不是谁呢 神秘人士 问那个加指德拍卖行 拍卖行负责人说这不行 我们有操守啊 我们的我们不能告诉你是谁啊 后来记者说 那不刚刚这个国籍 哪国家的总能说吧 家人都说这不行 这国籍我们的不能透露 这问题太敏感了 好 你不说 信息不透明 大家就开始啊 下猜 哎呦 各种这个说法 甚至是从法国传过来的 你比如说 法国方向上有人聊了 说这个中法有意啊 哎 近来不是受到一些这个这个阻挠吗 哎 法国政府认真地检讨了这个问题 觉得啊 咱现成有一个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搞好关系的机会 咱为什么不用呢 咱们法国政府掏钱 把这两脑袋买回来 然后呢 咱们就赠送给 中国朋友 这样的话 咱咱咱咱咱咱不是两家就好了吗 后来还一个阵友人问 这个法国政府